摊上事儿了 发动机遭遇鸟机 能够了解一下整体情况 最关键的位置就是风扇叶片根部位置 如果有就意味着可能进入内寒道了 发动机进气口的消音板上 散落着一些碎肉鸟组织残骸 再看一下外寒道的出口导流叶片 可以看到前缘也是有一些绒毛 风扇叶片后部机匣上一层血迹等等 看我发现了个啥情况有点不妙啊 一根骨头插在防磨层上 以前发现发动机遭遇鸟机 从来没有见过骨头 今天竟然这么大一块 说明鸟的体积很大 今天算是摊上大活了 这个鸟机特检得仔细检查了 幸好这飞机没有后级航班了 不然准延误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打开反推 检查发动机 放出警风液 检查机翼是否有鸟机 也依据手册上的相关位置都需要检查 今晚工作直接拉满 后级详细检查 关注我 下期继续带大家来做这个鸟机特检 共助飞行安全